來到雲頂 讓我介紹一下這裏 我想大家可能都很久沒來過了 我現在身處的這裏就是雲頂的綜合大樓 這裏後面有很多可以賣衣服的店舖 有優秀到 有UNICO 有OLED 有很多不同的牌子 雖然這些牌子 基本上我在香港 都沒有怎麼見過 另外 在我身後的這裏 有不同的遊樂園 裏面有很多給小朋友玩的機動遊戲 即是有些旋轉木馬 又有些過山車 接著再前一點 就有賭場 最主要的人在雲頂都是想賭兩手的 沒問題 大大的賭場在這裏 小弟就不太賭賭錢的 所以我就沒有進去 然後在我身後面 再走過一點 除了有室內的機動遊戲設施之外 如果大家有搭纜車上來的話 應該會見到一個很大很大很大 真的很大的室外遊樂設施 即是一些機動遊戲 現在就帶給大家看看 其中的一部份是 什麼樣子 其實應該看不到的 因為雲頂這裏的設計 就真的很特別 大家看看 什麼都看不到 只看到水上遊戲的本道 沒錯 這裏外面就有一個很大的室外遊樂場 這裏的設施一般來說都是逐項收費的 如果大家有沒有需要 如果大家想玩的話 都可以來這裏玩一下 因為這裏有室外和室外的遊樂設施兩種 另外也有酒吧街 有劇場 我看到還有一些VR的遊戲玩 如果大家覺得在吉隆坡市區 玩到有點悶 可以上來雲頂這裏 應該都夠你玩一天的 不過也有句話 注意交通 剛才我乘巴士上來 是有點失車的 另外 大家也要注意這裏的營業時間 如果大家不打算在這裏住一晚的話 都要預算一些時間下去的 始終這裏都是屬於 不屬於吉隆坡市區的 上了山的 在馬來西亞的州份 這裏是叫做彭坑州 大家可能很奇怪 咦 為何你會戴了口罩呢 其實是我懶得除的 正常來說 在一般的市區都不會戴口罩 但是在這裏搭纜車 是需要戴口罩 注意一些防疫的知識 都沒什麼特別的了 這裏的介紹就到這裏 有機會的 大家可以親身過來 體驗一下 玩一天半天吧